邮件你发的吧 那语气和你平时写的论文一模一样 是我发的怎么了 我只不过说出来事实吧 杨小春你凭什么指高强啊 好像一切都是你的错吧 你说你不会跟沈默在一起 你说你们俩不会复合可结果呢 你说你不会去美国 你说你没有后台可结果又是什么 好 我不在乎你跟沈默在不在一起 我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后台 我在乎的是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可你一直都在骗我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融资犯案的第一名是我不是你 而你只能是第二名 还有 我和沈默是分适合也都跟你没关系的 和他谈爱的人是我也不是你 严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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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居 akhi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凭融资方案的第一名是我不是你 而你只能是第二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好吧 这是我爸从美国带来的礼物送你的 这是什么呀 打开看看 这很贵吧 喜欢吗 你送我啊 谢谢啊 不客气 我真的太喜欢MJ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了 只有像这样优秀的公司 才能给我更大更可观的平台 去证明自己的事 你知道我未来MJ努力了很久 那我们就各凭本事一起加油 必须的 一起加油 加油 来 喂 沈何 你现在说话要方便吗 方便啊 我正准备去接你呢 怎么了 我跟公司开除了 什么 不可能 我妈说已经 他们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我再想想办法 肯定有回转余地的 然后 然后 你听我说 事情已经这样了 所以不管你爸妈之前是怎么运作这件事的 现在既然连公司已经知道了 就说明事情已经闹大了 而且学校也会尽快处理这件事情的 处理的结果 这会更严重 喂 你在听吗 我没事了 晓晓 要不是因为我事情也不会这样 对不起 这事 其实是冲过来的吗 要不是我 也不会这样 是我拖来的你 你是不是知道 是谁举报的 我不知道 晓晓 我一定会想个办法的 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 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都解决了吗 你别着急 一个毕业证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没毕业证也无所谓 是 毕业证还不就是为了找工作吗 找工作是为了赚钱 你也不缺钱啊 咱是不缺钱 但晓晓她不一样 我虽然不是很清楚她家里的情况 但是我知道她很需要钱 所以她需要一个好的工作来赚钱 我害她丢了工作 我就得帮她长了出路啊 不然我凭什么说不让她受苦啊 这可怎么办 即日吧 以颜晓晨的能力和成绩 她可以在任何一家好公司 都发展得不错 但是她要是没了学位证 就等于失去了 去好公司的敲门砖 是这个道理吧 对了 如果有个公司愿意接收她 她要能有个好的发展 我打个电话 喂 刘叔叔 我是沈豪 沈豪 好久不见啊 刘总好 你人在上海 也不来咱们自己家公司看看 这不分公司有您 我怕去了给您添乱 听说您要毕业了 不准备打算来咱们公司 准备丽摹高就 是 但是我有个同学 特别想来咱们公司 你同学 正好公司招人 跟你同学说 简历就甭投了 带着学位证毕业证 过来面试 面试通过 马上上班 那 那如果没有证呢 是这么个情况啊 刘叔啊 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 沈豪啊 不是刘叔叔不帮你这个忙 你也知道 你爸妈对公司的管理很严格 所有招聘的人 必须走正常流程 就算是你的同学 也不能搞特殊 刘叔我这个同学呢 各门成绩都特别优秀 而且能力很强 沈豪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征制度办事 你也知道 这毕竟是你爸妈的公司 刘叔叔我 就是个分公司的经理 这样 你把你同学先带了 刘叔叔看看 好 明白了 谢谢刘叔叔 客气